把中央氣象局上面的氣溫 這邊的資料把它全部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放在哪裡?放在eSale裡面 OK 那之前的做法當然 你變要塗法鏈鋼來複製貼上 變要複製這些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它再做修改 改的話變成長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是月份 然後這邊的話是它的每個側站好像有24個吧 那每個側站的那個1到12月份的資料 當然後面好像要多兩啦你可以把它刪掉 可是問題 最好這個資料以後的話呢可以用 自動 從網路上爬下來 是最好的 OK 可是要怎麼自動去把資料爬下來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第一個 所以這邊怎麼樣自動爬下來 當然裡面的話我們可以用資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從web吧 從web就從網站 去撈這個資料 可是這個從web 可能會有問題喔 所以我試了很多種方法 那待會跟各位講用哪個方法 稍微相對比較簡單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 這個淡水一直到 無期的 這個氣溫的資料 那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希望 我淡水畫一個圖 1到12月份 台北畫一個圖 也是1到12月份 那這個地方上禮拜我們有講啦 就是 在 這個全省氣溫的這個工作表裡面喔 因為我不要把它疊在一起 因為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會感覺蠻混亂的 因為會把資料蓋掉 但如果你放在右邊的話 感覺 必須要再移到右邊來 其實放右邊好像也還OK啦 只是幾種做法 最後我們是 希望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來顯示 所以呢我這邊已經有把程式寫完了 我上禮拜好像寫到這個地方 應該是寫 這個程式 放太多個了 在這裡 全省的那個 這裡 跨工作表 與物件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抓 抓下 我們來 先畫一個 全省氣溫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會試的話呢 那也許先從畫一個開始 畫一個在這裡 畫一個很簡單啦 因為其實你畫這個的話 這個其實可以拿那個 剛剛的那個 圖表 來 來 修改就可以了 那裡面基本上 大概就改幾個地方嘛 包含就是什麼 其實改的地方呢 基本這個圖表 你可以拿剛剛錄下來的 其實你會發現 開頭都一樣 什麼Active Shoot 一個 那個Shape 然後增加一個 然後圖的話 直條圖 一樣 主要是放的位置不一樣 我們剛好放F2 那我把它改成 B2 B2指的是這裡 那寬跟高都是 10 14 這不改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的資料 範圍部分 那範圍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取什麼 A1到 A1到 M2 OK A1到 M2 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上個禮拜我們好像卡 卡一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還沒影響 就是 下一個出來的 它會變成 怎麼樣 它會變成 又有 第一次是淡水 第二次變成淡水跟 台北 再來這邊 淡水跟竹子湖 變越越多 那到底哪邊寫錯 後來我把它改成全省批次 有沒有 把這個 那批次的話呢怎麼改 批次 這邊 把這個 改成這個的過程 也是 最困難的 OK 那至於哪個地方做錯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上個禮拜改的地方 批次的部分 做一個 對不對 然後我把這個地方 中間的層次 本來是全省氣溫 改成叫 批次全省氣溫 並且拿這邊的資料拿來 做一個 批次 假如我今天希望 可以怎麼樣 把它往後 往下一直加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 我需要 的這個 什麼 資料的話範圍一定要變更 OK 其他應該都一樣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決定什麼 1 我的資料範圍在哪裡 所以我可以 4i 等於什麼 淡水 淡水是第二列 到 最下面列 最下面列應該是25吧 OK 所以無期是25 所以上面可以先寫一個 4i 等於 第2列到第25列 意思就是說 我的資料範圍 就是 從淡水一直到無期 第一個 第一步 所以如何把 全省氣溫改成批次的 那第2步的話呢 再把中間這段程式 把它放到 我們的 4回圈裡面 所以特別之所以 把它拉過來 習慣上是 拉進來之後 4跟NAS是 上一階 那它變下一階 所以選舉它按個 Tab OK 第2步 應該可以懂這邏輯啦 那再來的話 要變更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有幾個地方 可能我們就需要 把 那你不能說 你換下一個的話 當然 位置部分 一定要換下一個 的位置 所以喔 如果我們今天淡水 產生之後 淡水囉 那再來的話 我希望喔 能夠在 下一個 中間間隔 一列好了 在這裡 所以這邊是 B2嘛 那我下一個的話呢 應該是放在 B 17的位置 有沒有 17 那如果在下一個的話呢 這個跟這個 2跟17相差多少 15嘛 對不對喔 那 這個17跟下一個 應該也是相差15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22嘛 32 假錯 那你會發現喔 第一次向下移動的話呢 是15的1倍 這個是15的0倍 下一個的話是15的2倍 有沒有 在下一個的話應該是什麼 15的3倍 所以喔 我們會需要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它會隨著什麼 隨著 也許可以隨著i這個值喔 假設i如果為2的時候 那它就為0 當i等於3的話呢 它就15 有沒有 就增加1倍 那當i等於4的話呢 那就變成30 15的2倍 欸 以此類推喔 所以喔 這邊的話 我想到一個方法 這也蠻常用的 就是我會增加一個 k的變數 那這個k的變數 等於什麼呢 等於 當i 所以i一般習慣是把它歸零 先減掉2 減掉2之後呢 先把它刮活起來 ok k等於 先減掉乘上多少 乘上15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當i等於2的時候 那它0乘上15 那如果當i等於3的時候 那不就15的1倍 i等於4不是15的2倍 但是它初始值在2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加2 加上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它將來放的位置了 第1個 第2個 第3個 一次類推 那再來可以把這個k的嗎 放在這個2的位置 這個 跟這個 這兩個變一下 變的方法 因為這個b2 2已經在最右邊了 所以把它刪掉之後 空一格 有沒有 bm的 那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k就好了 就把b跟k串在一起 它第1次應該是 2啦 b2 那第2次的話呢 就變17 一式類推 and k 好第1步 所以喔 我們等於是 先加一個for回圈 然後把層次放進來 但是要變更喔 OK所以喔 要把這個裡面的這個層次 剛剛是只產生淡水的 但是你要把它全部 變更的話 第1步 可能要增加一個k的變數 那k的規則在這裡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好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還有哪個地方要變 這個 這個再來 資料範圍要變 所以這個 理論上 我們下禮拜好像這個地方 會出錯 這個的話呢 一樣嘛 你想說把它改成m的k 有沒有 m的k 那就變成 第一次是 a1到m2 那第2次的話 a1到m的 m的 不對啊 應該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Source的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 a1 冒 到 這個是 第1個值的話呢 是它的 月份 是水平的部分 垂直的話是氣溫 所以第2個軸 第2軸的話應該 應該跟著這個位置 是 所以我這個k先不要 我們應該先把這個 本來 a1到m2 這一段程式可能要改成 a1 到m1是水平 豆點 那第2個的話呢 是 把那個 a2 到 m2 這個指的是月份 這個是指的氣溫的資料 氣溫是 a2 淡水一直到m的話呢 應該是到 這個 12月的資料 所以前面是 月份 後面是 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 這個 資料 OK 氣溫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改成k一樣 把這個 這個2的部分 把這個k放進來 那放進來 我在 之前如果你有學過VBA 我講過你 你剛才背個口訣 選取2之後 算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k就可以了 然後把 and前後 再把它 控的空白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k 串在 這個字串的中間 那這個2的話呢 因為它在最右邊 所以 直接把它刪掉之後 and k就可以了 好 這樣我們就完成 第二個部分 變更 這個地方可能會 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程式我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再參考 大概就是 改個這個地方 改個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sauce部分 改一下 然後再來這個2 原來是只有抓淡水 標題部分 那當然 下一次 它隨著這個 每下一個 就換下一個列的儲存格的話 那把這個2改成什麼 不是改成k k的話 變跑到下面去 應該改什麼 改成i 對 改i就是ok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理論上程式就寫完了 只是有點 稍微複雜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淡水一個 然後如果要變多格的話 OK 然後就直接讓它跑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我們先按F8 逐個逐個跑 這個先跑出來 那因為我這邊 sauce data還沒變更 所以它變成全部都跑出來了 變更之後的話 就有淡水 然後再換下一個 18 有沒有 這邊18 紅色字 然後 要不要塗力呢 要 本來就有了 放下面 本來也在下面 這邊應該不用塗力才對 我覺得這有淡水 所以這個也許 你可以考慮啦 乾脆這兩行不要 可能會更好一點 其實就是很單純的東西 好 那換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 這時候k 剛剛k 等於2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現在i 等於3了 3減掉2剛好1 乘上15 有沒有 等於是15再加上2 那k得多少 17 有沒有 所以就放在17的位置 有沒有 畫出來了 然後sauce data 變更一下 有沒有 這個之後大5就出現了 OK 然後再變更它的那個 不是大5 應該上面的 圖表名稱還沒改 所以這個時候會抓台北 然後把它放過來 大小 氣溫 那如果你不要塗力的話 其實你可以 把這一行打開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foss 或者改成零也可以啦 零就是foss 看一下 我這邊把它改零 沒有了 這樣好像更好 OK 好 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我就讓它直接全跑了 這樣24個圖 就會在瞬間 全部幫你彙整出來了 ㄟ 這裡面怎麼是空的 那空的話應該是這個sauce data 部分 有問題 看一下把這個 圖把它刪掉 這邊都刪光光 為什麼 再跑一次看看 這中斷點 第一個跑 這個淡水有 沒有塗力 第二個 台北 也OK 第三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資料為什麼空的 看一下 32 這個應該不是放k 這個應該放多少 應該是放i才對 也對 這個寫錯了 你來放k的話變成說 它一直往下抓 就抓 理論上應該是跟著什麼 像台北的話應該是 第三列 i等於3 OK 這個地方錯了 那怎麼辦 把它倒車一下 再 再跑一下 看一下 有了 竹子虎有了 OK 所以這樣應該就是 很OK的結果 看一下 底下 基隆 彭家宇 花蓮 有沒有OK 這樣的話 一次就可以把這些圖 全部跑出來了 那 刪除圖前面講過啦 你就再去 把之前那個 我們有寫過一個 叫刪圖了 刪圖其實就 X-Object 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另外呢 順便講一下 上個禮拜 為什麼有卡住 我們上個禮拜 有個地方卡住蠻久了 其實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就是 我記得好像 這邊的話呢 這個A1到M1 鬥點有沒有 那A 本來是A2嘛 本來這個地方是A2 到M2 OK 那我後來 特別注意喔 我發現呢 它有兩種寫法 一種寫法是 兩個 中間 沒有就是直接鬥點連在一起的話 那表示分開了兩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跟第二個範圍 但如果說另外一種寫法 把雙引號有沒有 加上去的話 它變成是兩個範圍 全部中間的資料都要有 那這個地方會造成什麼錯誤呢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那個錯誤 這邊把它ENDEND 然後加一個I 至於串接的方法 這個 之前那個 VBA入門的部分 也有講到 所以我的快速先帶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是 關鍵地方就是說 中間要不要有雙引號 你會發現如果有雙引號 跟沒雙引號 最後做出來 差別在哪裡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中間加了雙引號的話 第一次是指的是這裡 第二次的話呢 指的是 從哪裡呢 從這裡 到 這裡的意思 OK 那第三次的話呢 又更多了 竹子弧 竹子弧它是 就是這裡 到竹子弧這個範圍 它指的是這樣的一個範圍 喔 那特別注意喔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 這個雙引號 跟這個雙引號 如果你 豆點前後有加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 是 連續的範圍 那如果 豆點的前後沒有 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是分開的兩個個別範圍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雖然 因為上禮拜如果你們可以把那個上禮拜最後的影片 調出來看一下 應該 就可以看到那個上禮拜我們要講到那個剛好最後啦 下課的時候 就卡在這裡 有沒有 會是那個 所以後來 我一看啊原來 錯就錯在這裡 因為我原來 加了這個啦 那就會變連續了 OK啊這個其實 看說是哪一般人怎麼可能會知道說錯在這裡 所以後來的話 真的要看 就是 找了蠻久了 然後來我就用了一個方法 其實蠻簡單 其實我覺得 VBA裡面 真的還 蠻友善的部分 就是說 我乾脆 我錄兩個聚集 一個聚集是 選連續範圍 一個聚集是 選 個別的分開兩個 把它比較一下 原來兩個就插在這裡 不然的話說真的 這怎麼會知道說這兩個有差別 對啊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當然 剛剛寫的程式啦 如果你實在不是那麼專 在 這個 對程式那麼熟悉的話 沒關係 我剛剛寫的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 在第幾頁呢 有沒有 全選郵局剛剛寫這個 第11頁 剛剛寫 就是第一個 是單獨一個 這個是 第二個 我寫成 我剛剛是 批次 批次 一樣的名稱 這個叫批次的 在這裡 只有改了兩個地方 我大概把改的部分 把它mark起來 第一個就是 4圍圈 第二個就是K 第三個就是 這個K啦 所以你們兩箱可以比較一下 反正呢 大概就是改這些地方 以後如果你只要懂得會改這些地方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還有我不要圖力好了 我這個圖力拿掉 我剛才把這個地方改成零好了 零的話或者你打Force 因為零就是Force 這邊也改 改成 這邊一樣改成Force 跟上面改一樣的就好了 OK 那在第 雲章白板第11頁上面 你們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這個地方 還有 寫得好像有點 不太一樣 還是拿我這邊寫的好了 P4全神 這就一模一樣 另外還有就是刪除氣溫的部分 幾個不一樣的點 我把它用那個 黃色的筆 幫各位mark起來 那你只要把上面這一段 複製貼過來 最好是可以自己改改看 如果可以自己改得出來的話 那以後呢 相信如果你變了一個範例 也可以自己把你需要的東西 把它寫出來 可以拿掉 OK 所以大概就是 縫迴圈加一個 K 再把K放在 這兩個 還有這邊 幾個地方變更而已 所以其實 一般 如果你要寫P4之前 我的習慣還是先寫一個 再拿一個 增加一個FOR回圈在外面 其實這樣來寫 應該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了 試試看 好嗎 嗯 我可以讓村 廢道 廢道